哈喽哈喽,欢迎光临我的虾皮卖场 这个影片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台松下的 它的型号是FZ30 这台是卖场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台 然后它的状态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看一下它的橙色,橙色的话还挺不错的 没有任何问题 外观的话九层心以上 然后没有明显的刮痕啊,什么物质啊都没有的 然后带一个这个智光罩 这样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开机的话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记忆卡的话 记忆卡是多大的呢,我看一下 记忆卡最大支持2G的应该是,2GB的 然后它可以拍摄的照片应该也有几百张 啊,现在是300张 我不知道这个卡里面有没有照片 我们把卡清空一下啊,卡里面是有照片的 卡里面有600多张照片 语言语言的话这里有日语 这里有日语和英语 卡里有600多张照片的话 那加上这300多张,那就是可以拍摄1000多张照片 然后我们接下来试一下这张各个按键吧 首先是这个菜单刚才按过的上下左右 语言的话可以在这里设计成英语 然后如果不是很懂日语的话也没关系 这个地方 嗯,我们菜单很简单 就这几个选项和摄影有关的 如果不懂的话可以再来问我 然后这个是上下左右 然后这个是负责这个荧幕的 可以让这个荧幕变得简洁一些 我比我比较喜欢这个状态 然后转这个转这个圈的话是变焦 放大放小 然后呢这个键的话是这个电子取景器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电子取景器进行一个取景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去 荧幕,荧幕的话是可以这样调节角度的 也可以这样关上 然后呢上面的话是几个档位 就是我相机都有的 什么自动档,P档,A档,S档,M档 这边还有几个滤镜 滤镜,滤镜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喜欢的风格 可以慢慢研究一下 这边的话是连拍模式 按住快门就可以进行连拍了 然后这个的话是防手抖模式 然后我们有两个有关掉防手抖 也有这个模式一模式二 这个这个基本上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闪光灯的话 这个地方把这个闪光灯打开 这样按一下的话 这个闪光灯会抬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个闪光灯 我们试一下 这个地方闪红点的时候 就说明是闪光灯正在充电 然后我们等它充好电了就可以试 可以看到这个闪光灯是正常的 状态非常好的一台相机 没有任何的瑕疵 然后外观的话也比较好 功能的话也都一切都很ok 还有什么啊 对还有那个记忆卡 还有2G的话 可以拍摄1000张左右的照片吧 如果不懂的话可以继续来问我 好这个影片就先介绍到这里 性价比很高的 这台不贵